2024年8月15日 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9周年 当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人 青少年学生 大学生志愿者等50余人 走进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越南同胞纪念馆 回顾血火洗礼的历史记忆 重温民族荣光的历史时刻 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 1937年 清华日军侵入南京城后 烧杀强虐 犯下了滔天罪行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秦一家九口人中的七口人 被日军残忍杀害 当天夏淑秦的曾外孙 尼玉汉赶到纪念馆参加活动 作为一名历史记忆传承人 我们应该把这份历史记忆 传承给更多的人 我们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好好学习 长大报效祖国 现场南京市青少年代表 分别宣讲了高游最后一战 抗战老兵首映 缅怀抗战英烈 江苏省高游市地处金航大运河东岸 南陵扬州北向两淮 是苏中沿天苏北的水路交通要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勿忘历史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好好学习 以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要告诉后代和平的意义和平来之不易 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家的抗战精神 以及和平的理念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纪念馆人的责任和担当 在清华日军南京大杜沙越南同胞纪念馆一面 杀岩之地的弧形墙面上 排列着648位抗战老兵的红色手印 每个手印上既有姓名和编号 活动尾声 全体人员在代表胜利的巨幅 位置型主题站板上按下手印并签名